南投县议会召开第18届第7次定期会 众议员们为了使县内各项事务发展能够更加完善 也向县府相关单位提出建言与咨询 本次专题将会整林芳宇议员于本次定期会期间 为促进地方发展所提出之发言 首先林芳宇议员就普里地底中心碑周遭规划设置 虎头山县级风景区一案 向县府相关单位提出建言 将这些需求纳入规划案的内容 才能使整个规划案更加完善 其实在我们普里地底中心碑 也一直都是受证明所关心的一个地方 希望说这个地方的规划案之前 大家都有所耳闻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停滞了下来 但是他们不知道说在这当中一直都有在进行 经过今天之后 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些的了解 其实我们的脚步是没有停下来的 但是在地理中心碑也是为一般的正名所关心的 就是整个规划案里面希望说 在于我们停车场的部分 能够注意它的整个规划 因为一直以来那里是缺乏一个很完善的停车地点 还有一些希望说能够在规划当中听取地方的一些意见 我相信会使这个规划案更落实 更适合当地所使用 而针对观音瀑布内设施维修问题 林医员也指出观音瀑布生态优美 吸引许多游客前往 但瀑布第二层的步道与护栏是呈现破损状态 县府有规划维修但至今还会完善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加紧脚步来进行改善工程 让前往的游客能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我们的观音瀑布这个地方 从去年上次的会期定期会当中 本期有关心它的维修的进度 那里可以说是一个生态区 很多的一些游客都会进去做一个生态的导览 及生态的探险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相对的上次本期过去看的时候 也在会中反映 就是它在第二层户部的地方 它的户栏跟它的步道是受损的 你们也说有拨了三百万的维修经费 要尽快的来维修 然后开放给民众使用 但是当地的包括里长很关心 还有当地的一些居民也很关心 一直都是用警示带所围住的 现在或许局部的开放 但是一直以来都不是如地方所愿 我希望说我们在维修方面 不要说来了多少经费 不管它的科目如何 我们所期望的是整段的施工 而不是事情总是做一半 这样子对给外界的观感是相当不好的 要做嘛你就做好来 本期认为啦 在护栏的部分 还有在步道的部分是最要紧的 因为呢 关系到游客的整个安全的问题 我希望说从这一个地方先改善 近期传言我国将引进日本核灾食品的讯息 造成社会大众的不安 对此林一元也向县府相关单位提出建言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重视民众食安问题 规划仔细严格的把关工作 确保民众所购买到的食品 卫生安全性 早上在媒体上我看了一个报道 一个斗大的字啦 对于我们的日本的核灾食品 其实大家记忆犹新 当下我们南投县议会 也信誓旦旦的做了一个宣誓 一定不能让核灾食品进到我们南投县来 早上斗大的字就是 卸长亭因为政治的考量 要放宽这个核灾食品 进到我们国内的标准 目前我们还没接到那一个讯息 如果说接到这个讯息之后 在于南投县我们会怎么做 遵照办理还是说我们本身 用我们的自治管理办法 我们来限制这些核灾食品的进口 其实这些东西吃进去的东西 息息相关都是跟我们人体有关的 跟我们的健康是直接关系的 我希望说在我们公部门的部分 可以为百姓把关的 可以为百姓做的 民众做的 我们要做好这些工作 因为毕竟我们只是 一般的民众只是接收 在市面上的 他们没办法拒绝 因为一般都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把关工作 就是要靠政府去做 如果说政府再不去把关的话 我看我们吃进去的什么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也不清楚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在食品安全跟食品卫生方面 我希望说我们能够做一个 最起码的把关作业 受自然环境改变影响 导致病美纹自身严重 影响民众生活品质 与健康安全 有关此问题 林医员也要求 县府相关单位 应尽力来改善问题 使民众远离病美纹 所产生的危害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觉到 我们整个环境都在变 包括我们一再提到的 就是病美纹这一方面 其实我们病美纹的房子 一般认为就是我们农业处 这边的业务 但是之前在我们卫生局的 这个业务上 业务报告上我看过 或许就是部分的业务 是有在一起的 在这里也希望说 我们卫生单位也好 我们的农业处这边也好 都能够大家共同的 来为我们的周遭的环境 以及环保局这边 都能够尽一份的心意 因为像病美纹的 这个肆虐的问题 我相信这几年来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不管是乡间也好 在都市也好 深深的可以感受到 这些蚊虫的这个威胁 真的数量还真的蛮多 蛮多的 叫人受不了 在这一方面 我们可以作为的 我们尽量的去做 普里地区有许多客家族群 在此居住 客家童话祭的办理 让客家文化得以传承推广 今年度线内办理了 四场童话祭活动 但却没有在普里地区举办 造成民众的议论 对此林芳于议员也建议相关单位 应多多办理类似的活动 让客家文化能够广泛推广 也能为地方带来商机 今年的童话祭并没有在普里举办 今年的童话祭在南投县里面办了四场 但是普里已经没有了 我想请教一下 目前的话还因为客家事务 客家的这些活动 在普里办理的有几个 有哪些 对于客家事务的这方面的努力 我也希望说因为毕竟在普里镇 有为数蛮多的客家人 也希望说能够对于这一方面的 能够不要说一下子 感受不到说 为什么一下子活动全美了 希望说能够再规划一些相关的 常态性的也好 临时性的 一次性的也好 像我之前也参加过 我们小普社那边的收东大戏 也举办的相当的不错 相当的好 还有这么热闹的童话祭 也参加过了好几场 但是一下子今年全美了 真的很不习惯 所以说希望说 这些比较代表客家精神的这一个活动 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 县内医疗资源不足的议题 是许多民众所广泛讨论的事情 为了使县民就医时 能获得妥善的治疗 林芳瑜议员也在定期会议程期间 向县府单位提出建言 和县府单位能够提出改善方案 提升地方医疗水平 来帮助更多的民众 其实我很庆幸的 普里有普里基督教医院 以及我们荣总普里分院也在普里 两所两家的医院 可以说是一个区域医院 但是不是所谓的教学医院 我们所期待的 更期待的应该是一所大型的区域医院 我们常常接到选民的一些请托案件 是病床的一个需求 是台中病床的一个需求 像我们一般的话 大部分的就医的习惯 当然是以地方为主 第一时间以地方为主 但是在这当中会发现到 我们民众对于我们在地的 这些医院的这些医疗品质 以及这个信心还很不足 其实这也是我们有待加强的一个部分 除了在这方面 当然我们更需要的是 我们更希望的是 我们设备的提升 还有一个医疗的提升 以及我们医师团队 还有我们医师的判别 这个判定 然后才能够做一个准确 能够有准确的看诊 判定之后才能够对正下药 去解决这些民众的疾苦 近年政府推动年金改革政策 严重影响军公教人员的权益 对此议题 林芳瑜议员也发表看法 希望政府能够听到军公教人员的心声 来规划更完善的改革计划 以保障军公教人员的权益 我相信年金改革沸沸扬扬 已经渲染了一段时间 而且这个也是政府的一个 马上要执行的一个政策 其实军公教它本身的 有时代的背景 也希望说政府能够重视他们的权益 毕竟在我们早年时代 四五零年代 公教人员可以说 过得蛮辛苦的 尤其是他们在薪资所得方面 跟一般的企业相比较是落差蛮大的 所以这个是在当时的政府的一个政策 所以对于我们之前所提到的18% 也渐渐的在归零当中 尤其是现在所碰到的年金改革 我相信在日前的一些民众的抗争 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 尤其在我们台湾各地 都分布分散了我们所有的军公教人员 也希望说政府能够听到基層的声音 政府能够重视我们这些军公教人员的权利跟福利 县府要落实南投县观光大县的美名 积极规划多项辅导政策 鼓励年轻人返向就业 对此您方与预言也相当认同 但您预言也呼吁县府 除了要营造就业机会外 也要重视生活品质 所以青年住宅计划案的办理 也应急速来进行 南投县要作为一个观光的大县 县长以及县府团队 也致力于我们观光的这个努力 还有一些基础的建设 但是要青年返乡的话 也是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 但是在要青年返乡之外 除了要营造一个适合他们工作的一个环境 让他们人人都有工作做 有一个让他们赚钱的这个机会 他们才有这个意愿 才有这个机会 回到自己的故乡来打拼 但是相对的在生活的辅导方面 比如说我们所推的青年住宅的这一个方面 希望说能够尽快的规划 让他们在这里能够安居乐业 进而就是繁荣我们的地方 埔里同生里有一棵一千多年的茄冬树 是地方上相当重要的文化指标 有需要进行保护 林芳于议员表示 有许多民众很重视这棵茄冬树 想要进行妥善的照顾与保护 但受限于此棵茄冬树 生长于私人的土地之上 对此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介入协商 让这棵千年茄冬树得以保存 这一棵树已经差不多一千三百多年的古树 我们去到全省各地 其实两三百年的树已经都受到保护了 更何况这是一千三百多年的古树 希望说能够之前本习提过的时候 是由平均地权当中下去做规划 很早之前经过重划之后 他把这个还是分配 把这一块地分配给居住的居民 私人土地当然是没办法是去强制征收还是怎样 所以这个就是协调的问题 之前这些保护团体有去跟地主沟通过了 可能就是碍于说它是属于民间的一种团体 所以希望说工部门这边也能够下去共同的努力 能够促成这一件事情 为了保障民众的权益 与帮助地方建设及各项政策能够更加完善 林芳于议员在定期会上针对多项议题都提出建言 盼县府能够重视问题所在 规划改善方案 维护县民之权益 营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 民意新闻如雨凯 专题采访报导